普天樂跟陳漢娜 昨天到電影院 為電影《殺破狼、貪狼》 舉行借票活動 兩人更跟現場觀眾一起唱歌 其中古仔更被觀眾要求 幾場獻唱電影主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不過就被古仔說了 啊 不要 讀唱我沒買歌詞 不要緊 不要 好啦 好啦 謝謝 不知平常很少會現身蟹票活動的古仔 這次又有什麼感受呢 其實在香港是第一次去做蟹票 然後覺得 感覺 很奇妙吧 應該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可能因為 也可以在香港看電影 有一天 我有時候也會在想的時候 如果有一天我看完一部是那個 演員會跳出來的跟大家說幾句話 感覺很奇怪 所以這次有機會可以試試 觀眾們看到你出現都非常興奮 要不要考慮再來幾場啊 票房價高一點 明天就要來謝票好嗎 現在電影票房成績這麼好 古仔又會不會打算辦個慶功宴 圍繞一下大家呢 其實這個要問一個電影公司 他們有沒有什麼安排 當然我覺得因為過去一個月 我們在立地宣傳 也沒有真的好好的去新竹 所以這次我覺得票房好的時候 如果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 清空宴就更好了 我們可以說演員 導演 在戲中飾演一名父親的古仔 因為這部戲更被封為最強爸爸啊 謝謝各位的支持啊 這次我覺得 其實當然我 我生息當中還是一個 還沒當爸爸 但是我覺得演員應該要 要演好自己的角色的 這次最大的功勞除了導演之外 我覺得我的女兒也真的演得非常的好 謝謝 而作為戲中女兒的陳漢娜 再有機會的話 又會不會想演古仔的女朋友啊 因為她她的粉絲啊 如果做她女朋友會很大壓力 對 女兒可以給她疼 疼愛 月底就是陳漢娜的生日了 不知道這位爸爸 又會怎樣跟女兒慶祝呢 期待你會送什麼給我 有點喜歡 喜歡什麼就說什麼 啊 對 我能力 範圍以內可以做到的 我一定會送 另外 除了在殺破狼 貪狼中 有連場打戲 古仔在新戲中就是演呂布 也有很多動作場面 古仔該不會是打上癮 真的想要當個動作演員吧 這次演的就是有 因為那個衣服比較重 然後還有就是 當地的天氣非常熱 還有很多的動作失分 所以這次的拍攝是 比較辛苦一點 比較累 那其實我最近年幾部 是也有很多動作的失分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看劇本吧 有時候劇本需要 我覺得我完全覺得應該 我們作為演員要配對 拍得這麼辛苦 那大家就要多多支持囉 香港報導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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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